向下俯衝精準投彈 再快速離開 這是蘇凱30戰機 上面還能同時掛載空對空 空對地6到8枚飛彈 這款戰機 美軍看到都要小心應付 不過就在今年520後 大陸四度出動蘇凱30 兩度伴隨轟6戰鬥機 繞台一圈 要是兩軍對壘 台灣有勝算嗎 F-16起飛升空準備應戰 最近一次共軍繞台 全台超過半數 F-16還有IDF經國號 衝上雲霄輪流監視 解放軍空中動向 兩邊主力三機相比 急速差不多 但飛彈掛載數量 F-16經國號 不及蘇凱30 如果是到近戰纏鬥 這個階段的話 明顯的蘇27跟蘇30 在空戰的操控性上來講 會比F-16來說是略勝一籌 解放軍屢屢繞台 北方的日本也跳腳 F-15J升空警戒 雖然機型叫蘇凱老舊 不過武器裝備變化大 一對一PK兩邊五五波 最後一層是屬於短程的 這個近戰的這種防空武器 防空網 嚴格來說還算是相當的綿密 防空網裡面來講 這個飛彈的部分 其實有相當大的比例 屬於機動部署 共機親門踏戶 擁有主場優勢的台灣日本 防空系統成為關鍵 像是南部地區部署天弓飛彈 宜花東則有英式飛彈防禦 立委面前當然不長他人志氣 不過國防部接連破天荒 公布大陸軍機動態 背後動機耐人尋味 一百零七年不再徵兵了 希望有志的青年 能夠在募兵的制度之下 一起投校軍女 保衛國家 軍方化被動為主動 總統府也很滿意 直呼就是要讓大陸知道 這些動作 我們都有看到 似乎也呼應川普 展現對陸關係 強硬的一面 記者黃明君 張連浩台北報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